想要挽救婚姻最容易犯的 而且最致命的四个地方 你知道是哪四个吗 有需要的 我建议你们一定要点赞搜藏 并且记清楚了 第一个致命的冲动行为 包括盲目冲动离婚 直接攻击第三者 或者把证据立刻发到家族群 这些冲动的行为 致命点是 你伤害不了他的利益 但是却把自己的后路全都堵死了 或者给自己的后路 住了很多的高墙 而且这样做会把你和老公 放在了对立面 势不两立 你有理都变得无理 你们都把对方当成仇敌 可等你冷静过来 想到实际利益 想到现实情况 等你再想解决的时候 实际困难就多了很多 解决难度也大了很多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孩子也会深受影响 你想一想 自己的父母彼此仇恨 孩子长大后对婚姻关系 那该得有多失望 那第二个致命的 就是找公婆来帮你 或者让自己的父母来施压 这个行为的致命点 就是你会遭到 或者可能会遭到二次伤害 被家人背叛一次 你的父母可能会劝你 别离婚吧 因为大部分的父母 都是劝和不劝分的 而你的公婆呢 会说 我儿子 我儿子犯错了 我儿子应该没错吧 是外面那个女人的问题 甚至公婆还会劝你说 哪个男人不出轨 她只要愿意回来就行了 或者有些公婆 可能还会反过来怪你 你怎么没有管好你的老公啊 你是不是对我儿子不好 我儿子才会做这些事情的 那第三个致命的 就是摆不清正史的位置 有一些原配忘记了 自己的法律身份 总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 总究竟老公还爱不爱自己 甚至盲目的去请求老公原谅和挽回 这里的致命点就是 容易损失钱财 老公背叛你了 就不要先去纠结爱不爱的 情感上的事 你无法算清楚这笔账 算清楚了 对你的帮助也不大 现实情况对你最有利的是 先把家里的财产搞清楚 守住钱 现实阶段是最重要的 那第四个致命点 就是发现背叛了 不断的纠结反复 或者不解决拖着 这里的致命点 我们最近咨询发现 就是最后容易拖出私生子 一旦孩子出来 那真的就是板上钉钉的 至少你付出的钱和精力 就比之前要多了很多 而且男人就是会看在孩子的份上 多给一些资源 到他们那里 你说你赌不赌得慌 难不难受 所以最后我想告诉所有的原配一句话 挽回不是补救 而是改变 是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 重新搭建 重新开启的一个新的互动 沟通相处模式的时候 而且这个模式一定是优于你们之前的